明报社评 政府推出第二期保就业计划 资助企业出粮 本港两大超市及大型物业公司 申领资助 需要接受附加条件 诸如提供减价优惠或回贵业主 逆下香港经济疲惫 不少企业面临财源倒闭压力 保就业计划本意是 透过资助困顿企业出粮 帮打工仔补饭碗 由于要快捷简便 申请门槛很低 具体执行操作 容易出现不公平等争议 部分申领资助企业 亦下损失轻微 当局有理由要求他们 负起更多社会责任 与民共度时间 关键是确保细节 安排珍的便商利民 避免一发立一币生 疫情抗日持久 政府银蛋有限 津贴出粮补就业 资助行业对象需要精准 亦要尽力防止滥用 部分无粮雇主取考走法律 当局应严肃跟进 疫情重挫经济 政府先后推出两轮防疫抗疫基金 撑经济保就业 第三轮疫在筹备之中 具体规模未定 保就业计划 下清计划 是第二轮防疫基金的主要项目 港府仿效多国做法 撥出810亿元资助企业出粮 条件是受助企业承诺不裁员 苹果头条 天文台在凌晨3时40分 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只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 以增加为热带风暴 正式命名为海高斯 至下5月2时20分 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讯号 按照现时预测路径 海高斯会在今晚 致命早于香港西南 约150公里内略过 热带风暴海高斯 下午5时集结在香港 之东南约210公里 中心风力达每小时85公里 其后风力逐渐增强 至晚上8时 海高斯升级成为强烈热带风暴 中心风力已达每小时90公里 逐渐靠近本港 晚上11时 强烈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 以南约110公里 即在北约21.3度 东京114.3度附近 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约20公里 而向广东西部沿岸 而海高斯的中心风力更高达每小时105公里 狂风暴雨无阻市民观浪兴致 多名追风人 晚上无着风雨前往行花川海滨长廊观浪 其中有人伸穿雨衣 亦有人举散靠岸追风 东方正论 政府抗疫不力 导致疫情反复 经济振兴无期 各行各业水深火热 官员百无一用 一美用钱够忙 先后推出两轮防疫抗疫基金 昨日宣布将推出第三轮 金额以千亿元计 可视费官用钱也用得比人差 首期保就业计划脱漏甚多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将于本月底展开申请 但公布的细则又再度惹人非疑 政府规定两大超市白街及惠康 在申请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后 需在9月至11月期间向顾客提供各方面的减价优惠 或为约细社群或非政府机构提供超市现金券 而所持理由令人提笑皆非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解释第一期计划 有370多间获补贴的大型企业 当中与7成熟受疫情影响的行业 如零售、餐饮、旅游及酒店 相关企业值得批出补贴 但超市感觉上受影响较少 星岛社论 出版通式教育科教科书的出版社 日前以英教育局要求上载货本修订后的陷误表 把大部分敏感以提删去 但有教育界人士核对内容后对本报表示 发现仍有部分内容或抵触 港区国安法、相关条文 担心不触红线 促请当局复审 据悉审书程序在立法前已完成 故事内容未能兼顾 港区国安法 生效后的要求 教育局强调货本不应有违法内容 认同有需要时可重新审视 陆家参与专业咨询服务出版社 日前陆续公布经教育局审批 旗下通式教育科货本修订的陷误表 有教育界人士核对个别货本的陷误表后 发现虽然公民抗命等激进以提被删 但个别内容却有可能抵触6月刊献生效的 港区国安法 担心与学校将开展的国家安全教育有所矛盾 经济社评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将于月底接受申请 港府昨天宣布微调申请细节 要求受疫情影响不大的两大超市 及大型物业管理公司回归市民 显然是要理训之前一刀切所衍生的问题 虽然细节未出台 但当局务必尽快订立回归机制 确保超市增减价 让市民受惠 特首林郑月娥作表示 首期保就业计划已大致完成 有逾14.8万名雇主获批款共439亿元 190万名打工仔受惠 第二期计划月底会展开 当局在检视落实第一期计划后 将要求二十多间大型物管公司收到保贴后 回归至小八成级业主和业主立案法团 两大超市需为顾客提供减价 向约细社群提供现金扣物券 当局针对性微调第二期保就业计划条件 皆因当初推出计划时其中一个重点要快 疫情冲击各行业 为了尽快把钱发放到企业手 故在设计上采取简单快捷处理原则 只要企业承诺不裁缘 将补贴全数用在员工工资上便合乎资格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韩?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尸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